现在开始我来介绍一下松茄油和土耳油的全景展望 首先我想说的是 我想说一下一个简单的言格 主要是在葡萄牙树枝的产业的情况 但是这张照片其实是在南法拍的不好意思 不管如何呢 我也想要说的是葡萄牙的数值 其实在19世纪的时候对于法国是非常的重要的 最老的记录是说到 在1475年有记录 当时的雷阿尔城获得了特许权 来开采树林来提取松香 这些主要是作为海洋建材之用 而且那个时候葡萄牙正在扩张 包括澳门 所以说他们开采这些松香材料 来保证这个海洋建材能够很好的建造 即使过了很多世纪以来 直到18世纪 他们还是非常依赖树枝的进口 1790年 庞贝尔伯爵 他决定要安装第一个 安装第一个火炉 这是一种意大利式的火炉 我们可以看在这个 PPT上看到这个火炉的一个状态 主要是在这个火炉里面进行对于松香油的提取 直到19世纪下半夜 传统的法式松香提取技术 才从南法传入葡萄牙 我觉得很有必要提一提 这两个重要的化学老师 还有另外一个 Marina Grande的森林重要的一个官员 他这个Sabastiao老师之前在法国 待过一段时间 然后把技术就传入到了葡萄牙的雷利亚 在1861年至1862年 终于在雷利亚的Marina Grande建立了第一个现代的提取树枝工厂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树枝叶的工厂的一个图片 这个照片主要是Marina Grande的 这里我们又有另外一张照片 也是工厂 是在1861年到1914年 在那个时候 树枝工业已经发展得比较不错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看 关于生产的一个演化 生产产量的演化 在1935年的时候 这个树枝产量达到4万吨 之后他们又 之后葡萄牙人把这个树枝的质量提高了 它的这个产量的提高 在1975年提升至了超过了10万吨 后来不知道 后来 后来由于人力成本的提高 出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衰落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苏洁油在2018年 世界的一个生产状况 中国主要是一个主要的生产国 大概主要是在8万吨左右 8万吨左右 第二个比较 产量比较大的国家是巴西 现在我们看看土耳油 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是在25万零五吨 五千吨 每吨软木牛浆纸张会产生 大概三到五千克的土耳油 最大的生产国是 北美 很难获得一个关于 俄罗斯的这个产量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数值 大概是在20万吨左右 现在我们说说 松节油分流产量 大概是在24万五千多 那主要现在正在使用的 有大概20万吨 最大的产量商是美国 它有四个工厂 而法国 然后是 是印第亚 它大概有三万吨 剩下的别的国家 大概在智利 新西兰 俄罗斯 俄罗斯的工厂是最小的 大概是在两万五千吨左右 现在中国也可以进行 松节油的提取 但是它的产量不是很高 现在我们看一看 松节油它的需求量是短在多少 是在2018年的时候 大概是在35万吨 与需求相比呢 它与供应相比 它偏高了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需求量很高 然后中国大概是在9万吨左右 它的需求量很高 其他的国家大概是 消费需求大概是四万吨 我们可以 这边我们有一张表来显示了 松节油的它的平均的成分 比如说有松贴 松节油的质量取决于 阿法松贴和被法松贴的成分组成 过去呢 有很多工厂 以前有很多的工厂 使用德尔塔卡西 这种成分比较高的松节油来 现在我们也发现 有很多的德尔塔卡西工厂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 一个组成成分 但是这些数字 其实都是平均的 有可能有高有低 就算同一种产品 可能它的成分组成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中国的第一项 这种的松节油 它的松贴大概是百分之八十 但是它的贝塔西 有可能只有百分之 在五七百分到百分之十五左右 我们现在这张图看的是 2018年土耳油的生产量 这是一个全球产量 是大概两百万吨 他们每年的产量 是大概为 他们的生长率 大概为百分之三到四 看到美国 它的产量非常地高 百分之四十九 那其实他们这些土耳油的产量 现在也可以用于 卫生产品 换句话说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2018年的土耳油的需求量是 比如说在生物养料的需求 是百分之十二 蒸馏用于蒸馏的是百分之七十九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需要生物养料 所以这个土耳油的需求也越高 我们这边的图片展示的是 土耳油分流产量能力 大概是一百万吨 现在可使用的产量是一百五十万多 美国的产量大概是七十万多 现在美国大概有五个工厂 都在做这个土耳油分量 但是欧洲的产量不是特别的高 大概只有八十万吨 在俄罗斯呢 原来有四家 现在有五个 现在中国有两个小的工厂 现在又出现了第三个 第三个 在日本之后一家工厂进行 包括在南非也有一家工厂 我在前一张PPT已经说过了 美国是主要生产土耳油的国家 这些数字呢 这张PPT上的数字 主要是跟消费量有关的 消费需求 我比较分析了一下2016年的数字 在2017年 大概这个是2017年 它的产量是25万多 然后美元价值大概是一亿一千万 然后2016年呢 它的产量是20万多 然后它的美元价值大概是一亿美元 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各个国家之间在互相进行 土耳油之间的进出口 我们现在看一看 土耳油的发展 直到2015年到2014年 大概有40亿美元 投入了芬兰和瑞典的纸浆厂 增加了大概15万吨土耳油的生产产量 同样在巴西 美国 俄罗斯也出现了新的纸浆厂 现在比较厉害的一个工业巨头 也就是它的产量 可能会有超过30万吨的土耳油 而这家工厂应该就是 芬兰的一家工厂 叫做Fimpop直江厂 然后他们的主要股东 主要合作方式 恒安国际 一个中国的卫生纸巨头 它与这个中国的合作非常的好 这家工厂它的生产量 大概在60万吨的土耳油 2021年我们可以预测到 很可惜的生物燃料 对于土耳油的需求会增长 可以看到 Sanpai公司 他们在计划要提高 他们提高50%的生产力 预计在2020年 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一看全球 土耳油脂肪酸的 土耳油脂肪酸的 全球的状况 大概是46万吨 这过去只有4000万吨 现在我们有40万吨 我们的增长率非常的快 现在土耳油脂肪酸的 产量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这个可能跟我们对于环境的担忧有关 在法国它的大概比率是4% 但是在法国却有很多的人 反对使用这种材料 跟松杰 跟松杰有相比的话 它的产量的话 每7公顷是要非常低的 我们看在这个土耳油的整个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 它的增长都几乎没什么增长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来 生产出一些新的产品 来增加我们的市场的需求量 然后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讲到了一些未来的一些 然后现金的话 主要的消费的话 还是土耳油脂肪酸 然后我们在北美 在石油的机器 我们讲到的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市场 然后呢 在这个土耳油脂肪酸的市场中 扮演着非常主要的角色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松香 我们讲到了是124万吨 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 在巴西以及马德加斯加的话 是由一个中国企业 带领的一个项目 然后在津巴布韦 在肯尼亚也有 同样这个项目也是由中国企业支柱的 来专门生产送香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 这些由中国企业制度的 这些项目能够非常顺利 并且取得分硕的成果 然后我们这边有塔罗油松香 我们看到有45万吨 我们希望到2020年的话 这场量能够增加到15000吨 再增加15000吨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的整个的产量的话 同比其他的 它是占了非常大的比例的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PP当中 看到 然后这数值的话 这生产的话 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些问题 然后的话 再慢慢慢慢占据了 松香的市场 我们讲到中国的话 将近是80万吨 然后中国的内需的话是60万吨 但是现金 所以现金的话 需求的话 在中国的内需 大概是40万到50万吨左右 所以相对来说是平衡的 然后 在过去的市场当中的话 中国大概的需求量减少了 将近20万吨 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那个 送香的这个生产 我们这边有油漆 然后橡胶 以及其他的产品 然后 我说的 这个跟PPT雖然不一样 但是这个PPT是做的是对的 然后这个原材料的话 是应用于很多的领域的 这个PPT的题目很有意思是 柴油门到柴油帅路 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2015年的时候 然后大众汽车的柴油门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柴油汽车的销售销量大大的降低 我们可以看到2030年有一个预测 我们可以看到柴油车 可以看到关于在市场上对于汽车的需求 它的比例非常的低 可能只有1.2% 大家可能会更偏向于使用电力汽车 一家法国的企业 他说了几个 他的评论 他们强调想要使用更好的轻便的车 和干净的能源的车 我们来看了刚刚提到的柴油的汽车的需求量降低了 然后呢更多的是使用 现在是混合动力了 但是柴油的话 仍然是大型货车的主要的燃料 但是在不久的将来的话 新型的燃料的出现的话 柴油可能将会被成为历史 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的 在欧洲的欧盟里面的话 在2015年的整个柴油车的消息的下令 包括大众的柴油门 在2030年 来看我们的这个下降的话 是非常大的 在各个国家当中 然后呢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个数字 但是呢 我希望在这托尔油的话 是 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 因为托尔油的这个工业的话 是在这领域是非常有希望的 我们也看到了 托尔油的出现的话 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在很多的国家 将会出现的话 会禁止使用柴油车进入 包括比方说在法国的巴黎 到2020年前 禁止柴油车了 所以的话 很多的传统的这些燃油机器的话 会被电力车所启动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生制的新能源车 在遵循其原则 分离托尔油 并升级所获得副产品 是使用托尔油最高效 和最智能的方法 在未来的当中的话 我们觉得会有一个 对我们讲的托尔油 以及松香的话 有个非常高的需求 然后接下来的话 也会对我们讲的 柠檬锡的产量的话 也会有需求 特别是在巴西 但是由于在巴西的产量的话 也是因着一些自然的灾害 或者是一些病态的话 导致的一些产量的下降 然后在世界的很多地区的话 都已经产生了 还是早 在遇到很多的灾害的时候 它的产量只能达到 减少了三分之一 比方说 然后呢 我们讲到柠檬锡的话 还是受制于一些 就我们很常见的 这些树木类的这些病害 我们清化酸的话 开始讲的 我们讲到了 我们希望的话 松香的这些衍生品的 这些优势 他的这些衍生品 然后呢 我们讲到拖油的需求 也是还算是高的 我们讲到了 CTO的这个优势是 是因为他的二氧化碳 是第一 对于这些植物用油 以及酸碱的产品 所以我想讲的是 松子化学市场的增长速度 高于了平均的GDP的增长速度 也高于了亚洲对其的需求 对于环境的问题的担忧 也有与松子化学的发展 然后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